使用Canva制作网站的部分呢 已经有跟以前的版本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这边跟大家做个补充 那首先呢第一个还是针对Canva一般的专案 也就是你不是一开始呢 就在Canva里面直接设定我叫制作网站 可能是简报 可能是影片 或是卡片之类的 例如我们这边有一份简报 那我想要把这个档案呢 直接变成网页 那您在分享这边按下网站 它就可以直接帮你发布成网站的版本 因为呢我们现在大部分网站的话都是16比9 所以现在新的Canva网站发布的部分 针对像简报16比9的这种比例的 它可以直接帮你变成网站 那我们这边呢把它做一个发布的动作 那我们这边呢把它做一个发布的动作 那之后呢我们就来检视一下 所以它在这边呢基本上就跟我们 在电脑上直接播简报差不多 不过呢它在这里 如果你把它切换成行动装置来看的时候 它就不会做这个自动排版RWD的功能 所以它跟我们一般的内容一样 只是把它缩小 那今天呢如果你是属于另外一种的 可能是影片卡片 那再把它变成网站的时候呢 它这里的属于方式就跟刚刚有点不同 它会问我必须要把这个转换成网站的类型 但是它会建立一个副本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直接按一下转换成网站 接下来它就会有网站相关的选单就跑出来了 包括上方这边也会改变 那因为我现在针对这几个页面 并没有做页面的标题 所以呢它就没有选单可以选择 好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加进来 你要怎么加它的标题呢 可以在三个点点按下重新命名 第一页 那你也可以在下面这边点它一下 这样也可以输入 好那我现在选好了 我们在发布成网站的时候 它刚刚那边的就会有选单 不过呢因为它要做成网站 所以它会再把我们多做一个检查 只要是网站不支援的 它就先列出来 那你必须要先把这些清除掉之后 才可以变成网站的一个格式 所以像大部分来讲 动画就没办法保留 所以我们这边就把一些动画的部分把它移除 确定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你按继续 它就会预来给你看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刚刚已经有设了标题 在这里有选单就会跑出来 那右上角这边也会预览 这里真的配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就长了像这样 好那确定没用的 我们就发布网站 一样的我们在真正的网页上来检视看看 选单在这边 那如果你要把它变成动专属上可以要看的 那就变得像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不是用CAMBA里面网站类型来制作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你是在一开始开中名义就告诉他我要做网站的时候 其实CAMBA针对网站也有很多它自己专属的这个网站的范本 那在这些范本里面他们就会比较注重到可能一些版面的物件编排上尽可能的减少重叠或者一些动画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这边呢先简单新增几个页面进来 好那你看我们在这边 这里 总共有三个页面 好一样的你可以在这边就先做预览 原则上的话我们在制作网站 尽可能会减少就是物件之间的重叠 好它帮你预览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因为一样的我的标题没有设定所以上面就没有选单 那你可以像这样 可是呢你看哦当你变成行动装置版本 它里面的所有的元件就会重新排版 以符合你现在这个尺寸 那如果你有需要把这个标题选单把它加进来 我们就跟刚才一样在这边把它打上去 好那现在完成了我们一样把它做发布 那它现在的发布呢其实已经把之前有像风格之类的 就拿掉了像这个 现在就没有这样的风格可以设定就 比较单纯同意一点 好一样的已经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再来检视一下选单在这里 把它变成行动页面的版本 就真的变成像这样子 就真的变成像这样子 所以呢这个就是针对现在CAMMA 新版本它在网站发布这一块有做的改变 跟大家补充一下 跟大家补充一下 跟大家补充一下